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來觀看救了個命的外傳 那他上面是寫什麼 救了個命然後SHOW SHE GIME QUITE A SHOW 他給我演了一場很長的戲 什麼意思 什麼鬼我不知道不管我正在開始 這個開著畫面有點噁心了 那個眼睛有點突出的感覺 注意這款遊戲還有這裡一下巴拉巴拉巴拉這個跟 本片是一樣的提示喔 繼續按下去看看 喔 這款遊戲是救了個命的附帶作品 外傳嘛 請完通本體之後再來玩本款遊戲 為什麼 是怕你搞不清楚故事嗎 搞不清楚連接性嗎 製作 一如往常的 噴噴噴噴噴噴噴 可以跳嗎不行 跳不過 這邊一定要看 啊FUCK 啊FUCK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爛遊戲啊 這是哪一國爛遊戲啊 嘿 這是本片我們出去之後對不對 我跟孔帝出去的嘛 控制 跟小千出去之後 喔 這誰呀 好帥喔 這誰呀 這真的是 這是FMFM做的嗎? 不對吧 這是FUZ嗎?也不對啊FUZ不是掛了嗎? 等一下 我看到這個圖像實在太震撼了 這個比阿布還帥了 比FUZ帥1000倍 該死了這是 八位元跟六四位元的比較嗎? 這主角太帥了吧這誰?這不是主角嗎這誰? 這下可頭痛了 太頭痛了 看到你的長相我也開始頭痛了 這實在帥過頭了 他開了門進去上面那間房間 我可以操縱他嗎? 好多密道喔 原來下面還有實驗室喔 所以說那隻殭屍是實驗失敗的 實驗體喔 中田教授 Tanaga 不對是Nagata 那兩個孩子已經逃走了不要緊嗎? 不要緊 中田教授的臉就是很 很原始的小畫家造型 該死了 這個男的實在帥過頭了 完全不符合這個遊戲的風格啊 太突出了吧 不要緊我們也即將從這裡撤退 多虧了那些人我們得到一些不錯的數據 我們離最強生物兵器的完成又近了一些 最強兵器少女嗎? 不對啊這裡面 只有阿布那些人是少女而已啊 但是我們還有 還有許多遺留問題存在 又 這誰啊好醜喔 不行啦 我看完 那個男主角的臉之後 看其他人的臉我都開始不順眼了 又 這誰這個女的嗎 這誰啊 貞子 貞子日文我不會唸 實驗進行得怎麼樣了 這些人都是從哪裡進來的啊 他們都知道這間屋子是個實驗室嘛 然後隨時隨地就進來他們 怪物碰到他們不會咬嘛 讓那東西去襲擊女高中生 結果還是讓那兩個高中生逃了 沒辦法阿布是我操縱的 太強大了 但是還是沒有他的臉強大 趁警察還沒來我們快撤去這裡 你怎麼讓他們好了 要你何用 宰了你 好了好了 反正我們已經齊了數據了 我們可以再次強化那個東西 強化殭屍嗎 這好像惡靈古堡的劇情是不是 是嗎 那樣就好了 鍾田市 鍾田市 這個好像我妹裡面的形容啊 這個項目的贊助商為這個項目投入了許多錢 沒問題的 只要我們有教授的智慧在 喔這個男的叫橫山喔 Yokoyama 你給我閉嘴 根本就派不上用場 小心我宰了你 不行啦這個橫山實在太帥了 為什麼還要露出個笑臉 我最討厭這種笑臉 被罵還要露出笑臉 哥哥哥而且他沒有說話 橫山去 去把那東西回收了吧 欸 我 開始緊張起來了 對啊 我的臉那麼帥你要我 你要我去回收殭屍 快點 為什麼爭執不去回收啊 我要怎麼回收啊 為什麼教授不來回收啊 而且我靠近這樣是他不會咬我喔 等一下 讓我處理一下音樂 音樂好像有點大聲對不對 不管了 我一開始已經嚇到了 我不在乎了 這個橫山君 來到怪物後面 而且怪物不會咬他嘛 蛤 這個怪物是貌美 就是明美談那張照片 最右邊那個巨乳女生就是貌美 這個怪物就是貌美 不要吧 好噁心喔 不過 完了外傳之後終於滿足了我 黑暗又扭曲的 這種 滿足感啊 太黑暗太扭曲太讚了 貌美原來這個僵屍就是貌美啊 貌美會講話嗎 不可能吧 貌美 好噁心的聲音 你到底要害怕到什麼時候 不就是個照相機的閃光燈嗎 喔 他是被阿布照過之後然後鑽來這邊的 好了 快走 他會聽橫山的命令耶 好詭異喔 快點聽話 貌美是他們養寵物就對了啦 而且還不會咬他耶 點點點 橫山露出了 悲傷的 表情 雖然製造血絲的時候已經設定成了不會襲擊我們 但是看上去果然很嚇人 聖人就是嚇人的意思 怎麼那麼慢 小心我宰了你 這個貞子怎麼到處都想要宰人啊 每句話後面就是小心我宰了你 啊 貞子 不不是我的問題是這東西 給我快點 這個貞子 氣勢太強了吧 這真的是女生嗎 快給我過來 當成狗一樣了 他在揍貌美嗎 給我動起來 小心我宰了你 每句話後面都是小心我宰了你 煩不煩啊 啪啪啪是三小 他在揍貌美 貞子你做太過分了 這個橫山是個 善良的少年嗎 看見怪物被揍 還起了慈悲心 還是因為貌美是他朋友 還是什麼小了我不知道太混亂了 反正又不會攻擊我們沒問題的 啊糟糕了他講的這句話就是死亡flag 他立下了死亡的旗子了 等一下貌美一定會爆走然後把貞子咬死 我賭我賭 我賭100元 咬他吧 但是以防萬一 請你不要再揍貌美了好嗎 如果這東西敢還手的話我就加倍打回去 他打得過怪物 哈哈哈哈他在欺負貌美 賣腦啊 貌美還真的不會揍他 貌美不會咬他為什麼 雖然設定成這樣子但是他一直 一直虐待他他都不會生氣 那個地方不要緊吧 這個車子移動畫面 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玩 任天堂的遊戲 好懷念的感覺喔 那個地方不要緊吧 沒問題的廢墟裡的所有證據都已經被銷毀了 這樣的事情我早就習慣了應該是不會暴露的 這個真只是個 殺人兇手 連續殺人犯 橫山君 對於逃了的女高中生你怎麼看 看什麼啊 欸 蛤 那女高中生應該是流氓吧 頭髮都染成那個顏色 他說阿布嗎阿布是流氓嗎 不像啊 他沒有做出太 太暴力的舉動啊 沒有比這個真子還暴力啊這個真子 這個真子實在太壞了吧 那孩子身體真是很強壯 居然能從已經強化過角力的血絲那裡逃走 他說阿布嗎 連國家隊的田徑選手都不及貌美的速度 意思就是說阿布已經快到 跑得過 田徑選手 跑得過殭屍 你們注意看真子的臉 他的臉有表情變化是生氣的臉然後 他的臉旁邊還有青青暴露 他快招狂了 點點點點點 把他還做一下次實驗體好了 貌美已經猛起不是貌美啊真子已經猛起殺意 他想要幹掉阿布 真的 他們想要把阿布抓來做實驗體 那孩子的身體一定能成為好素材 很三軍之後你去收集收集那高中生的資料 知道了 那該不會就真的要來抓阿布吧 我 這誰在講話 我 誰啊 什麼 現在 這誰啊 這雖然是作者畫的這也是小畫家畫的但是 他加入了光影的部分看起來好像有點 變得比較高畫質一點 什麼現在 是夢 我我在幹什麼 這傢伙到底是誰啊 他突然畫這個樣子我分辨不出來他到底是哪一隻角色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貌美嗎不可能阿 這裡不是我的房間 這個角色也是我第一次玩到耶這是誰啊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在這樣的地方 是阿布嗎不可能阿阿布又不是這個鳥樣 制服也不一樣阿 我剛剛一直睡在這裡 我剛剛一直睡在這裡 呃 記錄 已保存 OK我安心了 接下來來什麼我都不怕了 這是誰啊 我身上有個鐵塊 在不知名的房中醒來然後身上帶著鐵塊 打不開 打不開 生物學的書 心理學的書 櫃子可以開嗎 老...怎麼又是老頭了 掏什麼 掏馬桶嗎 記錄一下然後我掏一下馬桶看看 沒有東西把鐵塊堵進去 我剛剛一睡在這裡 欸床下沒有東西 使用老頭了將床下東西掏得出來 得到了鑰匙喔原來說 喔原來之前 我不能直接出去的啦我要在 把床下的那個鑰匙掏出來之後才能出去了 是這個屋子的鑰匙 哇汁喔 不能開啊還是不能開 不能鐵塊 不行不能丟鐵塊把那櫃子撞開嘛 可以出去了吧 欸沒錯 沒錯 打開了 已保存 我到底是誰啊 這裡難不成是那個廢區的 廢區下面那個實驗室嗎 就是說這邊還有個人在裡面嗎 怎麼又是密碼 不要吧 368 永遠密碼都是錯誤的 上著鎖 老頭熱也不見了 鑰匙也不見了 等一下這個這個長廊好長啊 非常的 不好的預感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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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長了吧 有東西欸 紙片掉在這裡 是什麼 00 0010 這代表說有六個數字嗎? 00010 完蛋了這個應該是保險箱的密碼對不對 可是這要怎麼看 看不出任何連貫性了糟糕了 似乎用什麼建議...喔這個可以用鐵塊敲開我知道 等一下 我要先回去看保險箱 他那個紙片應該是保險箱的密碼提示了但是 但是 這個我實在聯想不起來什麼00010啊這樣子嗎 沒辦法錯誤啊 1嘛 每個都打1看看 不對啊 該死了怎麼過啊 怎麼過啊 還是說有六個號碼需要等著我去尋找啊 所以這個紙片我再怎麼看也 看不出個名堂算了 砸開他吧 我用鐵塊啊我用啊 堅固的東西我用鐵塊了怎麼不能用啊 什麼鬼啊 卡關了 哈哈 那那扇門的提示是唬爛我就對了 那個密碼怎麼解啊 鈴鈴 等一下外面好像出了什麼變化等一下等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等一下時間差不多了我記得 救了個命外傳好像 時間不長啊應該只有兩三個部分吧 不管了我現在這邊 先記錄一下我已經記錄過了OK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 靠那個男主角實在太帥了 帥過頭了 沒有人 允許 看到沒有人 好 所以 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是